早上园区的门打开 出来的却不是福宝 而是江爷爷 早上江爷爷将福宝的竹子 和胡萝卜放置好后 便回监控室了 可等了半天福宝迟迟没有出来 江爷爷见状前来一看究竟 原来是福宝今天又不想营业了 趴在通道里 就是不往外走 江爷爷只好爬进通道哄福宝 想不到福宝200斤 还要爷爷哄 爷爷问福宝休不休 来到室内的福宝 埋头就往室外跑 但发现室外园区的门没开 这时福宝盯上了园区的观景竹 把不想营业的怒火 全都发泄在了竹子上 求此刻竹子心里的阴影面积 好在福宝很快便将心里的怒火发泄完 不然这颗竹子 又要被福宝连根拔起 这时 爷爷将室外的通道门打开 福宝这才安稳下来 由于室外刚下了雨 园区里比较潮湿 福宝坐在小木床上 一边吃窝头 一边思考着自己一会儿玩点什么 看着潮湿的地面 福宝连床都不想下来了 索性爬到了树上 虽然树上现在也很滑 但这似乎对福宝来说